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 您的点赞留言并且转发推荐都是在帮助我们 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就更加感谢了 正在意大利举行的G7高峰会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本来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民主国家的盛会 但这次会议却让乌克兰这个非发达国家的首脑占了CV 6月13号G7首脑峰会召开 也就是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加拿大和意大利 这七个国家的首脑本来就是个令世界瞩目的事件 这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到来 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场内和场外的全明星 还是那身军便服啊 但走到哪里都是CV的待遇 而这次的泽连斯基G7之旅呢 有三大收获 首先是G7领导人达成一致 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不过呢 有人可能会问 贷款啊 虽然及时 但不是要还的吗 重点就在这里了 原来啊 G7是要把500亿美元贷款给乌克兰 然后呢 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被冻结的 俄罗斯国有资产的利息来还债 说白了 就是用俄罗斯的钱给乌克兰 去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难怪俄罗斯外交部是愤愤不平啊 发言人直接就放话威胁 说反制裁的措施将让布鲁塞尔痛苦不堪 我当时一听啊 还愣了一下 这发言人是不是气晕了 比利时可不是G7的成员啊 G7惹到了俄罗斯 怎么反手打了比利时一巴掌呢 后来我一琢磨 原来是俄罗斯把这个愤怒啊 已经扩大到针对整个的欧盟了 谁让你比利时同意把欧盟的总部 设在了布鲁塞尔呢 我估计啊这两天 布鲁塞尔人这个脑瓜子是嗡嗡的 在我看来啊 500亿美元贷款虽然是个大理 但对泽连斯基来说呢 这次G7之行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和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 美乌两国的十年安全协议 这个啊可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议 标志着美国将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提供长期的支持 泽连斯基在签署完协议之后呢 也表示说说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一天 看了看协议中啊到底有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是美国政府承诺在十年内 继续培训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与乌克兰在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方面呢 展开更多的合作 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并且加强情报共享 可别小看这几句话呀 每一句话都是乌克兰能在战争中获胜的保障 其实这个协议中啊 还是留有一个大变数的 就是这个协议 它不是正式的国家之间的条约 它就是个执行协议 不一定啊对未来的美国总统具有约束力 不过呢 泽连斯基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未来的美国领导人 也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该协议将成为基辅加入北约的桥梁 和乌克兰签署十年安全协议的 还不只是美国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和泽连斯基签署了协议 并且承诺呢 今年会向乌克兰提供45亿的支持 重点呢 是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的防卫装备 并且在排除地雷等领域呢 进行深度的合作 对乌克兰来说呀 日本的直接支持是锦上添花 在我看来啊 日本在其中的收获可能会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 这个侵略者和战败国的身份 使得日本人是多多少少 是一直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中 但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啊 相当于是又一场战争中 又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 两大阵营的重新站位 而日本和乌克兰签下的这个安全协议 无异于国家身份的一次历史新生 日本不仅站在乌克兰一边 安田文雄在G7峰会上还宣布说 对通过第三国去支援俄罗斯 妄图绕过各国制裁的 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实体 考虑实施制裁 而G7峰会的第二天 整个峰会聚焦的三大议题 也基本上是针对如何反制中共的 倒行逆施上 6月13号 拜登在和泽连斯基举行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共为俄罗斯提供生产武器的能力和技术 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俄罗斯 而泽连斯基在回答 中共国是否是俄罗斯的犯罪同伙 这个问题时呢 不仅暗示出了习近平 回答的一席话呀 也是意味深长 在G7方面我们讲的关系关系 关系中国ες即使俄罗斯提供 越印尽法的极限 和产人他们需要了产生产装 我们认为 在20国家俄罗斯提供的行动 的连続确部门ober起来 第一次 我闻有一个电话 与一个领导的领导 超过电话 他说他不会抠来任何兼装 俄罗斯 这是第一次 我们'll see 而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 维护国际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个议题 也成为了此次G7峰会讨论的重点 一周前美国刚刚宣布 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 是大幅度的提高关税 电动车的关税是从25% 一下提高到了100% 而峰会召开的前一天 也就是6月12号 欧盟宣布说 从下一个月开始 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最高的38.1%的额外关税 这次峰会只会成为西方世界 强化供应链 反制中共冲击国际贸易市场的 另一波势头的起点 这期峰会的另一个焦点 可以说等于是直接针对中共而来的 而且是有备而来啊 针锋相对 中共一直大力推进的那个所谓的一带一路 已经被西方世界认定为 是中共利用金钱外交 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专制集权的工具 因此上 这一次西方主流国家一起 推出了一个专门应对中共的 一带一路的计划 命名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它的简称为PGII 刚看到这个缩写的时候 是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西方人用粤语骂人的 那个词的缩写 在诅咒一带一路呢 这有个I像是一带一路似的 G7的这个GPII 可不是一个虚的框架性的东西啊 G7是要在2027年前 动用6000亿美元 资助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 来取代中共的一带一路 仅是意大利已经公布了将投资3亿2000万美元 在非洲建一条战略铁路 将从安哥拉出发 穿过刚果到达赞比亚 等于是直接和中共打对台 直接反制中共蓄谋已久的 通过经济侵略和胁迫 要达到的全球霸权野心 就在泽连斯基和G7领导人 一起共商大计的时候呢 普京不失时机的 又抛出了一个新的停火协议 我本来以为普京会审时度势 做出退让的姿态 让俄乌双方呢 都有台阶可下 不过等看了条文啊 我只能是一声叹息了 普京提出结束战争的条件是什么呢 乌克兰宣布拒绝加入北约 并从顿涅兹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乌克兰的土地上撤军 然后俄罗斯随后会停火 并且开始谈判 果不其然啊 泽连斯基和G7的领导人 是立刻就拒绝了普京的新停火提议 而与此同时呢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宣布说 停止美元和欧元的交易 人民币将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外币 看来啊 俄罗斯和中共是彻底绑在了一辆战车上了 卢布现在已经是破落至此啊 我们看看人民币还能和卢布 棒在一起走多远 近日在黎巴嫩的真主党 是持续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本土 我还奇怪呢 难道以色列就用投石机 扔几个火球烧野草就算完事了吗 太不符合乙军的泼辣作风了 结果呢 现在传出消息 6月13号晚上乙军突然发起了一次攻击 以色列得到情报 真主党的两大头目 真主党副主席卡西姆 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哈西姆 在一个建筑内会面 乙军立刻出动了先进的F35隐形战机 轰炸了这桩建筑 以色列军方还没有公布战果 但是有埃及的媒体报道说 真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哈西姆 被炸死了 这两天俄乌战争的状况是有点目不暇接 乌东前线的大规模攻防战是此起彼伏 而攻击无人机已经越来越成为战场的主力了 6月13号 俄军出动了28辆装甲车的大阵仗 在顿涅兹克地区的马林卡方向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而守卫阵地的是乌军的第46旅 俄军先头部队在接近阵地的时候 首先触发了雷区 与此同时乌军开始使用火炮 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展开了联合打击 俄军的13辆装甲车被击毁 20人阵亡 38人受伤 我们来看看乌军无人机拍摄的战场集结 乌军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已经是件非常经常的事了 但使用无人机在俄罗斯的本土上斩首俄军的将领 可还是第一次啊 最近乌军的攻击无人机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的公路上 袭击了俄军团指挥官叫瓦基姆索贝斯基的汽车 汽车先是在路上起火 不久后呢 发生了爆炸 6月14号 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在这里 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这里驻扎着大量的俄军的苏34和苏24战机 俄乌开战以来啊 这些战机一直是从这个基地起飞 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的 在乌军无人机攻击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前后停机屏上的卫星照片的比较 不但俄罗斯境内的苏34和苏24战机被炸 最新消息 莫斯科的一家专门设计更新 苏34和苏24等苏式系列战机的重要军工集团 叫苏霍一设计局大楼 传出了大火 起火原因不明 对于俄罗斯的老百姓来说啊 战争的危险味道是越来越近 而对于乌克兰的民众来说呢 战争的气息啊 就是他们这两年来的日常生活了 最近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九姆市 一位当地的钢琴师在他曾居住的 但是被俄军炸毁的住宅楼里面弹奏了一曲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钢琴和吉他的合奏曲 名为祝福乌克兰 希望这个世界多一点和平 善良的人们呢 都能平平安安 好了 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点赞和留言都是在帮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就请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周日节目再见